时序入秋 东北季风增强 从事海上活动的时候 危险性也增加了 在台东的绿岛就传出有一对母女党 浮潜的时候遭到海流 带离了岸边50公尺远 无法自行游回 最后靠着岸巡队的协助获救 而这也是绿岛地区截至 今年9月份第7期的救难事件 呼吁民众在青海活动的时候 要多加的注意 两名女子受困在海面上不停大声呼救 救难人员赶紧前往救援 经历一番波折 总算顺利将人带回岸边 现在时间要是两五分 安全所的人员 达到这个请客的一个附近 协助他们 台东一队母女党日前在绿岛石朗浮潜时 不慎被强力的海流带到50公尺远的外海 无力自行游回岸上 海水人员呼抱后 与附近从事浮潜活动的教练合力救援 才顺利将母女两人救上岸 本所立即派员 携带救生装备辞赴现场 经评估现场状况后 立即下水救援 根据海巡述东部分署统计 绿岛地区1月到9月间 海域救难案件总计7件 救援人数达到17人 而随着时序入秋 东北季风增强 从事海上活动危险性提高 也呼吁民众从事青海活动时 务必小心留意 谢谢莎莎惠 绿岛相报道